这个是一辆智己LS7 这个是一辆新款蔚来ES6 这两款车都是全新车型 都是纯电SUV 价格都在30万以上 品牌调性也都比较高 所以很难不被放在一起比较 加上4月份 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智己LS7 刚刚拿下30万以上 纯电SUV销量第一的位置 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蔚来 有点一鸣惊人的意思 所以这段时间 我接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智己LS7 蔚来ES6 到底该怎么选 我自己现在其实既有蔚来 也有智己 去年提了一辆智己L7 也提了一辆蔚来ET5 回来都测试了半天 另外智己LS7 蔚来ES6我也都试了很多次 动态的 静态的 场地的都有 所以这条视频 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咱们实话实说 这辆台车其实并不难选 因为它们有着各自很明确的优势 你最后选哪一辆 核心是看 哪种优势 恰好满足你的需求 咱们一个一个说 先说智己LS7的优势 两句话 第一句把诚意拉到满 第二句把产品做极致 诚意体现在哪儿 核心参数 核心配置 价格 先给你们看几个核心参数 数据不会说谎 我们拿价格差的不那么多 智己LS7主销的ELITE四驱版 以及蔚来ES6主销的 75度电版本做比较 先来看尺寸 智己LS7的尺寸 5049×2002×1731 轴距是3060 蔚来ES6 4854×1995 ×1703 轴距是2915 什么概念啊 就是LS7的每一项齿轮三速 都大于ES6 一个是5米多车长 3米多轴距 另一个是4米80多车长 2米9轴距 这个就意味着 智己LS7的实车 是比蔚来ES6要大一圈的 更长的轴距 也意味着更大的车内空间 如果严格从级别划分角度看 这两款车其实不属于一个级别 蔚来ES6属于中型SUV 智己LS7则属于中大型SUV 是越级的 再来看电池 智己LS7 ELITE四驱版 用的是一块90千瓦时的大电池 蔚来ES675度版本 用的是一块75度的电池 电池容量的差异 直接带来了续航的差异 LS7的CRTC续航是550公里 ES6则是465公里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实际续航 我用自己长测的智己L7 和蔚来ET5的数据看 智己的能耗控制会更好一些 我开的相对都比较柔和 这辆L7现在12000多公里 百公里能耗15度出头 实际续航差不多在7.5到8折 ET5的能耗 一般在17到18的样子 实际续航6.5到7折 所以按照这个预过 智己LS7的实际续航折损情况 应该也会比蔚来ES6控制稍微好一些 另外再看动力 智己LS7 ELITE四驱版 425千瓦 725牛米 蔚来ES675度电板本 366千瓦 700牛米 稍微弱一点点 这点我其实感觉还好 动力都足够用了 但不管怎么样 综合看动力 电池续航 尺寸 这三个核心维度的数据 智己LS7 都是强于蔚来ES6的 而且这还没玩 还有核心配置没说呢 咱们还是看这两个版本 这截LS7 ELITE四驱版 标配空气悬架 还是大陆的空气悬架 蔚来ES6没有 LS7的座椅材质 标配了NAPA真皮 ES6是仿皮 NAPA需要选装 LS7的后排零重力座椅 以及副驾驶水平折叠 也都是标配的 ES6的女王座驾 也需要选装 所以难怪很多人说蔚来贵 确实不便宜 在368的价格上 随随便便选装一下 ES6的落地价格 会超过40万 反过来再看 质截LS7 ELITE四驱版 价格是349800 基本已经是满配了 便宜了5到7万 合金参数配置也都更高 换来你 你怎么选 当然啊 蔚来可以用BUS车电分离购买 租电池啊 裸车价格会降到298000 然后按月付电池租金 75度电是980块钱每个月 100度电是1680每个月 但你们知道吗 针对这一点啊 质截也算是出沙糟了 他们近段时间 也推出了一个 车电分开买的计划 叫做质截LS7 电池分期专属金融方案 我们拿入门的LS7 ELITE 两驱版距离啊 本来是32万9800啊 用了这个方案 变成了23万9800 减的9万 等于是电池的钱啊 这笔钱按照月供来还 每个月是1299 然后5年 也就是67之后 再支付19999的微款就行 注意啊 质截这个方案 乍一看和未来BUS差不多 都是为了降低用户的购买门槛 但其实啊 本质的核心逻辑 完全不一样 蔚来的BUS付租金 电池产权不是属于自己的 质截这个付租金 5年之后 电池是属于自己的 怎么样 质截LS7 价格是不是拼得很凶啊 如果再加上车身部分 也用一些金融政策 首付可能都不到5万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 质截LS7 它相比蔚来ES6 第一个优势就是 把诚意拉满 好了 第一个讲完 咱们讲第二个优势 把产品做极致 直接给你们看三个产品点 你会很快明白我的意思 第一个 你们看这张图 还有这张 这张 这张 这个视野 惊不惊人 意不意外 这个简直就是在开飞机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坐进 自己LS7 那感觉怎么说呢 太震撼了 一般车的前风挡 玻璃到这 LS7的玻璃到这 这个自己官方口中的 新铺冰杆前穹顶 视野范围达到106度 什么概念啊 比如像ES6等车型的 视野范围 一般是20度出头 不到30度 你们可以算一算啊 106度 比他们大了几倍 这个设计啊 其实很考验设计和 共产团队 我自己很喜欢 再来说第二个 你们注意看这里 质解LS7后排这张座椅啊 是一个零重力座椅 它和别家的产品 都不一样啊 并不是单纯 一个座椅躺倒那么简单 而是前后排座椅的联动 大家别眨眼啊 看 看这个前排座椅 它会整个收起来 钻进副架台的下方 这个时候躺在后排 尤其我这种 稍微高一点的用户躺着啊 是真的躺着 腿部是有真的支撑的 这点 之前没有车做到过 再说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 你们注意看地上 看到没有 一个小光标 左转小箭头 它在提示你 该向左转弯了 这个是前不久 在我这辆志杰L7上拍的 RMOS2.0的功能 LSC也都OTA了 类似的灯光还有很多 比如这个是在 城市多车道的路口 它会先提醒你 进入哪一个车道 比如这个是在 高速封闭路段 它会告诉你 距离前方出口还有多远 快到出去的时候 还有一个方向箭头 避免你走错路口 再比如这种 右前侧骑电动车的人 车辆也会有灯光提示 告诉你要注意安全 等等等等 你发现了没有 刚说的这些 什么前排风挡视野 灯光提示 零终列座椅 它们的产品属性非常类似 除了有用之外 很创新 会让人眼前一亮 它们会让你 很愿意去开这辆车 去把这辆车 展示给你的朋友们 它们让这辆车 变得有趣 有温度 相比之下 未来ES6从产品角度讲 更多讲究的是均衡 不太一样 对于很多希望 买新不买旧的用户来说 至极相比未来 这些有趣的产品点 还是会让人耳目一新的 讲到这儿 有朋友可能会着急了 那未来ES6 它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两点 非常明显 第一是换电 真的不得不说 换电真香 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桩 那么在城市使用 现阶段 换电真的比充电 要方便很多 需要换电的时候 只需要让Nomi搜索一下 最近的换电站 然后导案过去 自动下单就行 屏幕上会很清楚地显示 你需要多久到 前面有没有人排队 还有几块电池等等信息 非常清楚 过去直接换 几分钟搞定出来 全程不需要下车 这点甚至体验 比加油还要好 第二点是服务 未来在服务段下的成本 真的很拼 比如我这台ET5 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 我都会选一个 出差不用车的时候 在APP的服务群里留个言 发个定位 他们就会来取车 然后全部弄好之后 再帮我开回来 停好 我出差回来直接用 整个过程是无感的 反正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比如你想让小哥洗个车 帮你充个电 帮你到机场取个车 等等等等 你只要在群里留个言就行 真的好用 可以大幅节省时间和精力 换电和服务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未来的护身盒 不管是自己 还是其他任何品牌 短期都没有办法跟上 当然 这些本质上 都是需要用户付费的 包含在车架里了 如果你说你家里 可以装充电装 可以充电 或者说对这些服务 没有那么那么感冒 那其实还好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智解LS7 未来ES6 它们各自的优势都很明显 你得先明确自己的需求 智解LS7 顺在产品本身 更为诚意的性价比 以及极致的功能定义 未来ES6 则强在更完善的配套 和衍生服务 而且听说 智解LS7 在6月初的时候 还会推出两款车型 入手门槛会更低 如果你拿着30多万的预算 你会怎么选 想了解智解LS7 懂车分 请打开懂车的APP下看